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 今天咱们讲解第11课 今天第11课的主题就是 class绑定 什么叫class绑定呢 应该说今天这一节 咱们不是讲解Java脚本的class 不是讲解Java脚本的类 咱们是讲解样式单里面的class 好看一下咱们的知识点 非常简单 就一个叫做vbound 就是说用view.js的绑定语句 绑定样式单class 就这么一个意思 咱们看一下咱们我对它的定义 为html标记绑定样式单的class属性 非常简单 咱们学过class 样式单class的朋友知道 样式单咱们可以 把一个共通的样式 或者说叫做一个咱们的标准样式 定义在咱们一个叫做样式单的文件里面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提前写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有两个样式单 一个是body 就是说整个网页所有的字体 我设成24 还有一个叫做active 这么一个class 这个就是class 就是说我定义一个活动文本的class 然后我设定这个活动文本的颜色为红色 好 咱们记住 我提前定义好了一个样式单的class 好 咱们回到readme 然后看一下今天咱们的代码 代码也是非常的简单 首先有一个带有id myapp的div 下面是针对div的view的代码的描述 咱们先看一下html的部分 首先说有一个div 然后里面有一个文本叫做红色文本1 好 这个是标准的divhtml 然后咱们看一下今天咱们的语法 v-bond 然后就是说咱们给div的class属性绑定上 绑定上什么 绑定上咱们view.js里面的一个变量 好 咱们看 我要给div的class属性绑定上active 这个css样式单 但是呢 什么时候才绑定这个active的样式单呢 要看我后面这个isactive的view.js的变量 好 这个变量在哪定义呢 大家请看 在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呢 是标准的view对象里面的一个数据属性 isactive等于true 那么换句话说 当这个isactive等于true的时候 咱们才会给这个div的class 附上这个active的属性 非常的简单 好 接下来呢 我还有第二行 红色文本2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完全和上面这行是一样 只不过说 这个vbomb的这个写法呢 我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注意看 我采用了一个简略的 这个 简略写法 缩略写法 其实呢 效果呢 是完全的一样 接下来咱们再看第三行的样力 这个地方呢 我放置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作用就是说 改变css吧 就说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绑定的这个css呢 是active 那么我现在这个active是否显示 是否应用到这个css呢 咱们要看这个isactive的变量 目前呢 是true 那么我做这个按钮呢 有一个btn的方法 这个btn的方法呢 把刚刚的这个isactive呢 变成false 换句话说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个isactive等于false 它等于false的话呢 那么上面两个红色文本的 class的active属性将不再被绑定 换句话说 它们呢将不再显示红色 好 咱们试一下咱们这个代码的效果啊 看看是不是如我所说 我把它拷贝过来啊 好 咱们现在运行 今天呢 咱们讲解的是第11课 好 咱们运行一下 第11课 然后呢 选择这个index 请看 初始呢 是两个红色的文本 为什么 因为咱们的isactive等于true 等于true的时候呢 就会给这个class呢 附上active属性 咱们看一下这个文档里面的 这个解析出来的效果 更加的直观啊 大家请看 注意 这两个div的class属性 通通都是active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那个view.js的isactive 等于true嘛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我点击这个按钮啊 一点击isactive等于false 等于false的话 它这个属性将不会被附上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效果 我点了 注意看 大家注意看 两个红色文本的class呢 已经没有了active的属性 所以呢 大家请看 红色文本呢 已经变成了黑色文本 换句话说 刚刚的这个class呢 是带有active属性的 现在呢 已经不带有了 这个代码呢 我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 呃 我不叫false 叫什么呢 咱们叫这个当前的 isactive属性取反 也是可以的 咱们试一下 这样写呢 是对当前的active属性取反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初始呢 两个class的属性呢 都是active 所以呢 显示红色 那我点击改变class 现在这两个class也没有了吧 也就是说 isactive属性呢 等于false 那么我再点击一次的话 因为我是取反嘛 那么isactive属性呢 又会变成true 那这两个文本呢 还会变成红色 同时这两个class呢 还会被附上active属性 咱们试一下啊 go ok出来了 它就是红色 呃 这就是取反的效果啊 大家请看 每点一次呢 呃 它都是选择 是不是呢 给它附上这个class属性 非常的简单 好的 呃 今天的样子呢 呃 这个样例呢 就是这样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了没有 呃 关于 vue class 呃 vue.js的class的绑定 呃 这个知识点呢 今天就给您介绍到这里吧 今天呢 我的代码呢 都放到了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参照 好吧 那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